苹果公司前华裔雇员张小朗 终于向法庭提交了文件 与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 张小朗承认盗窃商业机密 将会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 和25万美元的罚款 法庭定于在11月14日宣判 而根据司法部在2018年的起诉文件 张小朗被指控下载 苹果公司汽车项目的内部文件 其中包括一份25页的文档 其中有自动驾驶汽车 关键部件的电路板设计图纸 而电路设计原理图 也被认为是电子行业 最有价值的商业机密之一 文件中还提到 在2018年的4月份 张小朗向苹果公司辞职 说他要回中国照顾生病的母亲 而苹果公司也立即停止了 张小朗对公司计算机系统的访问 并且开始对他在苹果公司的设备 和网络活动进行取证分析 苹果公司随后得知 张小朗为广州的小鹏汽车工作 而这家主要生产电动汽车的公司 当时也正在研发自动驾驶汽车 苹果的安全人证实 张小朗提出辞职前三天的网络活动 要比过去两年明显增加 其中包括从项目数据库下载 包含商业机密 以及知识产权的信息 而在2015年以来 张小朗一直是 苹果自动驾驶汽车团队的 硬件工程师 在18年7月在他正要启程回国的时候 美国的联邦特工 在加州的盛河西国际机场逮捕了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华府报道